嗨大家好,我是坦平瘦 代理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0月29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很大爆雷 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 首先咱们聊一个保险公司的新闻 我看有很多网友让我聊一聊 中国人寿 为什么聊中国人寿呢 主要是 它是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 中国人寿 它一家的市值 它是港股和A股都有 加一起大概是一万多亿 然后现在第3季度业绩公布 给人感觉是爆雷了 根据中国人寿所披露的数据 前三季度中国人寿的新业务价值同比 增长14%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 保费收入5788亿元 同比增长4.5% 新单保费1967亿元 同比增长15% 其中首年期缴保费为1059亿元 同比增长16% 从这个经营层面看啊 数据相当不错 很出色 因为保费收入都是在增长的 但是呢你要看到盈利前三季度 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162亿元 同比下降48% 所以这个利润下滑非常大 让人震惊啊 今天上半年中国人寿 规模净利润 就已经下降了36% 只是没有想到第3季度 业绩表现是雪上加霜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把这个 这个上半年的刨掉啊 你就发现中国人寿 第三季度 七八九十三个月 一共赚了多少钱呢 就是盈利啊 净利润5300万 这个同比下滑100% 就是说啊 作为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 它的这个销售人员 号称啊 将近72万人 个人险呢 销售人员是66万人 这么一个巨头 保险业的巨头 第三季度就赚了5300万 合着一个月2000万不到 2000万 你要摊到这个72万人 那就2000除以72 什么概念 一个人一个月才30块钱 利润呢 一盒盒饭呢 这么一算挺吓人的 一个月就赚一盒盒饭的钱 所以很多人说爆雷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来聊一聊啊 中国人寿财务报表 我没有再仔细去看了 我觉得保险公司啊 你只要抓住基本面 就大面抓住就行了 你看到那个财务报表 没什么意思 首先一个就是 任何一个企业 就是现金流嘛 现金流就是 就是咱们老说的啊 水池子 一个几个管子往里灌水 几个管子往里抽水 你只要这个水池子 永远有水 它这事件就能活得下去 如果这个水池子 哪天水干了 就爆雷了 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保险公司 它这个往水池子 注水的管子有几个呢 一个就是保费 就是收来的钱 第二个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 因为毕竟他这个钱 不是一次就付这个保险费用啊 赔付啊 赔偿出去了 他这个有大的 巨大的资金 然后他用了理财 投资啊 这些赚的钱 对吧 一部分是保费 收来的钱 一部分是他通过理财 通过其他的投资 赚来的钱 这两部分是他的现金流 流入 流出呢 就是给人家付保险费用 有的要理赔的 对吧 还有有的人要退保的 你也得给人家钱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人工工资 佣金等等 办公费用 这都是开支 国家的税收 从包饮公司角度来说呢 他只要 现金流不断 他应该没什么问题 他赚钱赔钱 也不要紧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 但是问题呢 理论上是说 你只要现金流不断 你只要正常万处付保费 对吧 你要赔付 我给你赔钱 你要想退保 我找这个规章制度 刁难你 让你退不了 或者即便能退 你也退成皮 反正包饮公司不赔钱 你交的是20万的保费 到时候退给你13万 你还没辙 反正那个条款呢 你也研究不明白 简视权归人家包饮公司 接着个逻辑啊 对包饮公司来说呢 他尽量减少支出 就是你都别想着 从包饮公司拿钱 你们呢 把钱交到包饮公司就行了 回家睡觉 对吧 就跟你没关系了 你买一个心安理得 你心里踏实就行了 以后不要找包饮公司 你就脑子里有印象 你还有一笔保费 这包饮公司 保佑你安全 真要出事了 对吧 他能不能保佑你 那另外一回事 总之主要是心里踏实就行了 对这包饮公司来说啊 他就希望你把钱一交啊 以后就不要找包饮公司了 找你的时候 你就是交钱的时候就行了 这样他先进流 基本上不万出付啊 付的越少越好 然后理财呢 他赚钱 多赚点钱 这包饮公司就可以永远玩下去 但问题在哪呢 问题是包饮公司 他这个 他这个险种非常多啊 非常复杂啊 他不关于有个人险 生命财产险 乱七八糟的 他还有一些理财型的分红型的 构成了他的保费 他保费看着很多啊 他这部分很多 就是分红型的 你分红型的 你这个利润一低的话 你分红就少 你分红一少 你再让人家交保费啊 或者是卖新的保险 就比较难了 人家不上当了 对吧 我的钱放你这 本来值着一年 你能给我既有保险 又能给我分个三个点的利润 就这个意思啊 大家可能愿意买这个保险 现在你这个保险也不赚钱了 我干嘛还买呢 所以他保费数就会降 就是说 但是这个有个滞后效应 它是先利润下降 后面的保费就会下降 这叫双重打击 你保费下降 利润也下降 什么概念 所有进尺子的水都在减少 但是他万出负的 恐怕还在增加 你总有人到年龄了 你要给人家交养老保险 给人家发那个什么分红 总有人需要你给钱了 要兑付 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就很危险了 就会螺旋下降 双重打击 那保险公司利润来自哪儿呢 实际上很简单 保险公司它没什么投资渠道 它就是一个是固定收益 实在不行存银行吧 这个大额长期存单 这是一部分 那光靠这个肯定不行的 第二个就是做优先资金 优先资金说白了也是那种 就是优先有保障的 但是它收益低 比银行存款可能稍微高那么一点 因为它是优先资金 它买很多结构化产品 这个它也可以投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什么呢 雇收类的 就是那个债券什么的 国债 各种债 企业债 它都可以投一点 还有什么呢 直接买股票 还有买股票型基金 还有这个混合型基金 总之啊 它的投资就这么多渠道 然后呢 根据这个风险控制 它每个渠道 每个方面 它投的比例多少 这个银保监会 就金管局 它是有规定的 有详细规定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查 咱们不需要搞那么清楚 就是说 它有一部分钱 可以直接买股票 所以说 你经常看到很多商人公司 买着买着 前十大股东 就有保险公司出来了 它直接吃股 还有这保险公司 一部分资金 它是通过股票型基金 来投资 债券等等啊 现在问题来了 这个债券呢 很多都是房地产债券 因为过去几年 你发债 好发的就是房地产公司 因为它有保障呢 收益还高啊 所以债券 很多都是房地产公司 比较多 结构化产品 这个钱 实际上也是到房地产公司 股市什么样 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房企一爆雷 这个雇收累的 受很大影响 收益就是富的了 保险公司 你就理解成 它是个大号韭菜 你只要去理财的吧 你只要去买这产品 你就是个韭菜 大号韭菜 大号韭菜 也得挨割啊 一割 镰刀面前韭菜是平等的 都得割啊 所以说那小韭菜 本钱没了 大韭菜也一样的 孤收累下降 然后呢 这股票型的呢 那就更别说了 连社保基金都赔了百分之多少 去年啊 20%还是5% 我就是投在股票里面的 导致整个社保基金 收益是负的5% 就是因为股票它赔钱 你要知道 这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里面 保险公司也一样啊 所以说股票里面 投赔的更多 导致它整个收益 三个月居然只赚了5000万 每个人每个销售 一个月就赚了一盒盒饭 从这个数字啊 我们看到两个 第一个 房地产的这个爆雷 已经影响到金融机构了 当然不是银行 而是这些投资理财 保险公司 已经影响到了 从收益方面影响 这是第一个 倒不是说 保险公司把钱借给 房地产公司了 这个倒不是 它是投资 房地产爆雷导致收益率下降 这个直接影响 这是第一个 这多米诺第一块股牌效应的 第二个什么呢 第二个是中国人寿 是第一大保险公司 它的风控 它的各方面能力 应该是排名靠前的 那中国人寿都不行了 那其他的保险公司呢 只能说明他雷还没爆 对吧 他目前看还 似乎还可以 实际上他雷在后面 这中国人寿都已经不行了 你其他的保险公司 恐怕也在路上 但是我说的爆雷 是说业绩爆雷 不是这公司不行了 这个还得看 他的先进流是挣的还是负的 他目前看啊 他的保费收入 还在涨了百分之十几 他先进流还没问题 但问题是 你这要业绩长期这么下去 你今年年报一公布 你的业绩已经下降了30% 不要说是负的啊 就已经比去年下降了30% 你这个保费 明年也在下降 因为很多人就不认了 不买你这个保险公司产品 这就会形成一个双杀 这真正的困难 是明年开始 不是现在 对保险公司来说啊 明年开始 只是他雷收累赔了多少 股票已经赔了多少 这也都不重要 咱们也没必要去 把这个搞这么清楚啊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总之咱们知道 这个股市现在什么行情 中国人时候是大韭菜 爷的挨割 然后这个房地产 什么行情 跟房地产相关的收益 都会巨亏 这个没毛病吗 你知道这个就行了 保险公司他理财的钱 无非就来自一个股市 一个是房地产 转弯抹角的 都是从房地产来的 要么股市 你很少看到保险公司 什么投一个风投 对不对 就风险投资 那他即便有风雨的时候 他额头非常少 就百分之零点几 占他的比重啊 根本不影响 所以说叫广中亏报 可见一般 一夜之秋 中国人寿的这个利润 断崖式下滑 下跌啊 就说明问题 这个保险还明年 恐怕就叫暴风雨 我们再聊房地产 你看这个房市低迷 影响的是方方面面 银行还没咋定呢 保险公司先要躺一下 说扛不住了 实在绷不住了 今天啊 中国房地产报 刊发了一篇文章 名字叫楼市风险 正加速化解 高质量发展还需合力 这家伙这听着名字一看 就是好消息啊 因为风险加速化解掉了嘛 我们看这文章怎么说的啊 他说啊 10月21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庞公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2年第四季度以来 金融工作情况时表示 要稳妥化解大型房地产企业 债券违约风险 强化城头债风险 监测预警和繁范 这是金融层面发出的最新最有利的信号 今年7月27日在住建部召开了企业座堂会 明确了进一步落实 降低首套住房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 改善性住房 换购税费减免 个人住房贷款 任房不认贷 以及继续做好保交楼工作 到目前为止 前面三项工作已经落实 保交楼因为开发企业的资金面还没有获得根本性改善 还需要各方加大力度进一步推进步伐 问题是重点就是保交楼啊 恰恰是保交楼掉链子 保交楼没有获得根本性改善 你怎么能说这个叫风险逐步化解了呢 这逻辑说不过去啊 房地产市场趋稳向好的势头要巩固 他就直接就说趋稳向好了啊 你不知道怎么就到趋稳向好了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最关键的是当市金融和土地的协同加厉 房地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并非只在房地产本身 而是多年积累的接口性问题 破解房地产市场风险和政界问题 金融信贷 土地供给都到了加大力度来解决的时候了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 再次提出房地产市经济支柱产业 支持居住需求的消费政策 此后轮番出台 金融监管部门也明确表态 满足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 这个去年出台的政策咱也看到了 出台政策之后啊 壁国人爆雷了 这个千亿房企很多都爆雷了 这就是这个政策出台之后爆雷了 有没有什么关系咱也不知道 按理了说你出台这么的政策 那这些房企不能爆雷啊 这不都纷纷撑不住了吗 连壁国人都撑不住了 爆了 然后这些人还说啊 这个政策出的好 风险化解了 那你说都睁着眼说瞎话 怪不得这个政策 总感觉好像使不上进啊 你出台什么政策 下面有一批人叫好 故障就是好 从现实情况看 融资三条红线 银行配额等措施并被正式取消 当前银行对放贷给房地产企业依然保守 这种情况还在交着状态 企业融资难解 银行放贷难解的两难问题 会随着时间退役 令局面愈发严峻 进而传导到整个行业面良好的企业 也难免受到波及 金融有关部门 此前也表态 支持房地产上市公司 在资本市场融资 目前看来 无论是采取一起一测 还是一起多测 都要加快落地见效 他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银行是靠不住了 说半天银行也没有给房企贷款 只能到资本市场 这个给小散发光发热的机会 到资本市场 让小散募资解决房企的问题 小散喜欢干这事 这个为国做贡献 很光荣 银行不借 小散借 就这么简单 因为小散的风控能力 承受能力 都比银行要高 主要是割肉能力 比银行高 实质求是说 房地产政策 并不是仅从房地产行业角度出发 而是从更大的角度 也就是宏观经济的角度 来考虑之 这个跟咱们天天唠叨的是一致的吧 现在聊房地产 比如聊经济 跟房地产没关系了 你救房地产聊房地产 你救房地产出政策 都已经晚了 是经济出问题 无论从稳定国家金融 经济形势 还是稳定GDP变动来说 房地产行业 及其关联的建筑也都是压仓石 建材家电等行业 也是经济平衡器 解决房地产 及其整体性问题 也要依靠土地市场的 因城市测 土地是房地产的一个重要扰动因素 无论是住房供给不足的城市 还是苦存过多的地区 都无法单靠住房层面 单一手段去解决 以利为利 长期以来是各地 土地财政上的逻辑具有历史现实性 但如果不加以审慎 土地市场的外部性会 使房地产问题依然难以化解 根据财政部数据 今年前八个月 地方政府基金预算收入 同比下降16% 其中土地使用权出场收入 下降20% 计算出来超过3万亿元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空缺 最近不少城市土地出场政策 中取消了最高限价 重新启用价高者得 地方在处理土地财政问题时 相机形式可以理解 但是对于商品房库存 过多的城市和地区 最应该考虑的是放缓土地供应节奏 并考虑对之前规划用途 存在偏差的土地和房产 给予性质转变 促进卢室库存区画 否则企业也不敢进入拿地 从大的方面来看 房地产行业消费 政策环境会越来越好 房地产行业应该兼职 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心 大力提供优质的居住空间和居住服务 这是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永恒粗心 目前一些品质好的楼盘 开盘就被抢购一空的景象 就证明了优秀的品质 会赢得市场的真理 在行业大变革和大争的年代 谁重视打磨自己的产品力和服务力 谁就能提升自身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就能成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好企业 说实话就它这个标题而言 楼市风险正加速化解 高质量发展还需合力 它这个标题对了一半 就是后面一半是对的 就是高质量发展还需合力 需要大家各方面一起努力 这个没问题 但是你现在说楼市风险正在加速化解 这个似乎颜值过早 不符合当前的这个现状 现在这个一线城市会不会放松先购 成了一个谜 现在大家都把眼光盯向一线城市 你到底要干啥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地方没得盯了 其他城市都翻开了 没什么好说的 就剩一线城市也没放开 所以好像这个房地产 那个最后的工具啊 法宝啊 绝招啊 都在一线城市 这个中国新闻网 看那篇文章说啊 一线城市会放松先购吗 一线城市有望优化先购政策 四大一线城市全部落实 任房不任带政策近两月后 市场一直期待着 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房地产放松政策 其中对限购政策的调整预期 更是愈发走强 近期广州上海率先行动 针对部分区人群进行了限购的定向优化 体现了政策总体上继续宽松的可能 接下来北京深圳会跟进调整吗 业内分析普遍认为 未来北京深圳有望 按照应趋应需失策原则 优化限购政策 除了跟进上述两地 先行先市参考业界对未来政策的预期 还体现在自一线城市实施任房不任带满院后 各地楼市已经经历了需求逐渐入市 成交冲高回落的过程 面对既有政策效力逐州减弱 也需要有新的增量政策持续为市场加力 实际上咱们以前一直说 这个一线城市你要翻开的话 北京上海会涨 这个不要怀疑 但是其他的城市 好的你能稳住就不错 更多的城市是要下滑 就加剧了结构矛盾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房子啊这个属性这个价值取决什么 对吧取决你的地段 取决你的服务 你周边环境什么环境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是学区 一个就是医疗 学区是下一代教育 医疗是老了 你生病怎么办 你说这两个资源掌握在哪 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 就是北京学区医疗 这个你不可否认全国最好 上海也一样学区还医疗 所以说有钱人有条件的 他都会往北京去买房 你只要敢先开放开先购 就有人敢去买 这个价格不在乎 价格是大家把它推上去的 这叫积全国之力啊 那全国你说这儿没钱那儿没钱 但是你看全国有钱人还是很多的 都跑北京来买房 这价格就上去了 他可以把本地的房子卖掉 只要你敢放开先购 他就敢买 那其他地方呢 你广州深圳 这也是一线城市 他能稳住就不错 因为他本身也有价值 但是呢你说全国人往那儿跑 很多人觉得不习惯了 到广州就还热啊 等等啊 就举个例子那广州你学区好是吗 你医疗好是吗 那很多人他就觉得没必要 深圳也一样 所以说一线城市 北京上海价格恐怕还要涨 但是广州深圳能稳住 毕竟也很多人愿意往那儿跑的 去买的 那其他的城市啊 你比如说杭州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合肥南昌 对吧 你也那么房价稳住就不错 我估计是稳不住的 因为很多人要把房子卖掉 我为什么不到上海去啊 对吧 杭州的人 他很多人就愿意到上海 你医疗条件 你行车是没法比的 然后这个山学 他为了下一代啊 你不去是因为你没钱 对吧 你就没有聊这个的资格 但凡有钱或者钱差不多的 他就会考虑 他要往这儿去买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啊 老想着一线城市翻开 实际上翻开的结果就是这个 大家如果不信的话可以看 北京上海的房价会提高 越来越高 高处不胜寒 从全球看也一样 印度啊 印度猛卖 德里 那个房价多高啊 他不比上海低啊 越南的胡志明市 那房价不比上海低啊 对吧 日本的东京 韩国的首尔 这些大城市 哪个地方房价 说比北京上海低呢 都差不多吧 但是有人说了 那你因为你平均收入 比人家低啊 那咱们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咱们他收入结构 就是有钱人少 但是咱们底数大 有钱人比例少 但是基数大 那有钱人还是多啊 他是基全国之力啊 但是呢 正因为这个 所以其他城市 他价格要降啊 他稳不住啊 都要把它卖掉 往北京上海 所以我觉得北京上海 要翻开的话 恐怕还早着呢 但是你要把远郊线翻开 人家也不去 你比如北京 你把延庆翻开 谁去呢 但是也有啊 你不能说没有 肯定有人去 因为那他也输入北京啊 他高考也是北京政策啊 虽然教育差点 但是他可以分三步走啊 当然你如果说啊 你这个 你可以在延庆买房 但是不给你解决这个 善学 对吧 延庆户口什么问题 那也不行 那就延庆不行 不是说你如果在海淀 在东城你翻开 你说不给北京人户口 照样有人去买 因为买完这个我投资啊 我租给别人住啊 就他是个资产变成个投资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你北京这周边地方 你翻开也没什么用处 除非你解决户口 你不解决户口 你翻开了 反正热闹一下 你以通州为例 你把通州翻开了 那延庆的人就跑到通州买房 他只会吸延庆的血 延庆的房价就会掉下去 这个北三线的房价就会掉下去 但是这个通州的房价会不会涨呢 其实他也涨不起来 因为你吸的血有限了 你只能吸引这个北三线 延庆的 他这个本身 他的人数就有限 能力有限 你要是吸全国的血 那你这价格就上来了 那得多少人来买 他把它抬起来了 就这个道理 所以说你要翻开这个 郊区郊线的这个限购 你只能吸引边上的 有限的那点资源 房价上不去 所以说这个一二线城市 郊区什么放松 什么一城一侧 也说是小打小闹 没什么大用 我刚才说了 除非你解决户口 你说你来买房 就给你户口 那完了 那这个价格就暴涨 所以说清楚 只要他不解决户口 你把郊区翻开 没什么用 就吸引力没那么大 说到投资 咱们看一个视频 这个好像是深圳吧 说这个中介每天直播 唱出来房价 说这房价跌了 这个小区跌了 那个小区跌了 然后这个业主就受不了了 打上门了 大家看视频啊 你们自己去看看 你们怎么有多大 这个数据啊 搜索百分之六位称 你成全花子一万块 拿来给我看 看看 没有人家有没有客气 有没有人家有没有客气 有没有人家有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些业主 无理去闹 就是一点都不值得通计 我为什么这么说啊 就是说你炒房呢 那你活该 那房价跌了 你买人谁啊 人家这个主播 对吧 人家在这 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 造谣 那你去举报 有关部门查了 这房价跌了就是跌了 这国家大政策放在这 叫房住不炒 他不提善你炒 你还在这炒房 然后你赔钱了 房价跌了 你还在这喊冤 你说谁同情你呢 第二个啊 刚需房呢 就买一套房 要结婚的 要生孩子 乱七八糟的 刚需房 人家也不在乎 反正他结一套房住着 你说你是十万 还是八万 还是三万 他也不在乎 那都是占面价值 涨了还是跌了 他也不能卖 他刚需啊 他买在这儿就是要用啊 他要住啊 他要上班啊 他不是炒房啊 所以说这些来闹的 都是炒房的 绝大部分啊 你真正是就一套房的 不是炒房的啊 刚需 他是不会在乎 你这中介是什么 今天多少钱 明天他根本就不关心这些 你房价爱多少是多少 一点都不影响他上班 他只关心他每个月房贷 能不能还得起 只有这些炒房的 对价格敏感 一天到晚盯着 哎 这个我们这小区 现在多少钱了 挂最低价是谁啊 找他骂去 对吧 让他把价格抬高一点 都是炒房的 所以炒房的你说 对吧 从国家政策来说 也不提倡啊 凭什么同情你啊 所以你凭什么 还无理取闹 去干涉别人 对吧 你已经违反国家政策了 国家不提倡你炒 你改善你也可以啊 你买改善新房子 人家也不在乎斩地 他是需求 对吧 我要住这儿 我买个大房子 我买了之后 他降价了 那我也有什么办法呢 中介天天说 这房价降 我又不卖它 所以你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去堵人家 不准人家说价格降了 你都说涨 所以这就是无理取闹 应该报警 这两天比较火的 就是广州啊 搞这个房票 广州成为首个 推房票安置的一线城市 对楼市成交有何影响 这个我昨天节目已经讲了 但是广州这个房票制度 到底是细则什么 我也没空去研究啊 我只讲了个大概 总体上只能说明 广州的这个政府 这资金啊 非常有限 非常紧张 所以他搞房票安置 这个房票安置 就是地方政府自己的 叫量化宽松 就是地方政府自己 印钱 你琢磨琢磨 是不是就到了 是他自己在放水 自己印钱 他那个A4值 印个房票 上面写着80万 那还不是自己在印钱吗 他无非就是三年以后再兑付 你想想是不是逻辑 然后那个那张纸 你跑到安徽就用不了 你跑到上海用不了 跑到北京也用不了 你只能在广州那个地方用 说不定还在广州某个区用 他给你限制死了 对吧 哪个区搞的房票 只能在本区方位那里用 你看看 他不就是本地搞量化宽松 宽松嘛 本地定向放水 那为什么定向放水 你为什么量化宽松呢 说白了就是没钱 三年以后兑现 或者两年以后兑现 如果楼市稳住了 土地能够正常卖出去 他兑现问题就不大 如果三年以后这个房子 楼市继续低迷 土地卖不出去 那就是爆雷 你发的这个购房券 你兑付不了 房票 我为什么说三年呢 就政府他可以拖三年 对吧 你这个票发出去 然后这个业主啊 拿着这个票到开发商在买房 开发商拿到票之后 这个票他给银行 银行不要啊 集中机构不可能收到这个票啊 他的票最后是给政府财政 政府财政要给人家兑付 财政可以拖三年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一边那个地啊 他可以把它一级开发 把它三通啊 或者几通 然后拍卖 卖出来钱他就可以兑付 如果是把那个地啊 卖出去 或者他自己开发 开发成善门王 这不钱不更多吗 那更容易兑付 你看前提就是要么地卖出去 要么是房子开发卖出去 都是卖出来钱 兑付这个房票 房地产公司如果急缺钱 他拿这个房票到财政部 财政局啊拿不到钱 但是他有急缺钱怎么办呢 这房票就可以流转 对吧 就可以给别的集中机构 或者给别的这个房地产公司 因为这是财政局 地方财政背书的嘛 他要兑付的嘛 那么他这个 就有流通的价值 哎你这个是一个亿的房票 我九千八百万卖 有人就愿意要啊 我拿了之后 我下个月卖给这个 给财政局去兑付 我那兑付回来一个亿啊 或者房票上面加上利息 我不知道这个广州 他怎么设计的 如果房票加利息 那他就变成一个金融产品 一个票据啊 可以在这个小圈子里面 在金融机构和房企之间流通 得把大家转让 最终是广州财政局兑付 所以说来说去 就是地方财政没钱了 他才这么干 好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什么发 也可以在下方连连评论 谢谢大家